开悟就是打破一切假象,进入空无寂静的那个状态,不来不去,不生不灭,辱辱不动。 以前有一个修行人一心想成佛,他每天虔诚地打坐,读经,磕头,拜颤,抄经,非常精进。 有一次他去寺庙共乡,在路上遇到一位有名的禅师,于是就前去询问,说自己多年坚持修行,拜讽佛祖,这样努力能成佛吗? 禅师说成不了。 禅师说佛不是打坐成佛的,佛也不读经,不磕头,不拜颤,不抄经。 禅师说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。 禅师说佛在想如何利益一切众生,在想如何让众生解脱生死, 在想如何用一切方便法来成就众生。 佛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什么,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什么和得到什么, 只想着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真心全部舍出去,拯救众生。 修行人问,那我就彻底把自己舍出去,这样就可以成佛了吧。 禅师回答说不能,如果你为了成佛而去舍,那不是真正的舍, 还是有得失之心,有交换之心,不能成就。 修行人问,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舍,怎么才是真的舍,如何去做? 禅师说如果你还有舍的之心,就没有真的舍。 你知道佛在舍什么吗? 修行人回答是功德和福报。 禅师问,佛在舍无量的功德,那你有这个功德吗? 修行人说或许有,或许没有吧? 禅师问你知道什么是功德吗? 修行人回答说不想自己,不为自己,好好做人,积德行善,帮助别人。 禅师说这只不过是形式表面而已,是无力的理论而已。 如果你现在还没迫向,还在各种假象当中执迷不悟,根本不可能有功德。 功德就是首先你要认清自我,从此开始,在心中念念都要没有计较, 处处要认可自己的因果。 而理解他人,承担磨难的考验,外在的一切痛苦,纠结,诽谤,恶意, 都是你应该承受的因果报应,而非他人的错误。 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认清楚,此生的所作所为,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, 跟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。 你必须对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负百分百的责任。 因此,你现在要设下你自己的一切私心和欲望,真正在生活、工作、修行当中全然付出。 无所求、无期待,你的烦恼将越来越少,你的心量将越来越大,逐渐进入清静。 回归自信 当你回归自信,你就是一个点燃自己生命之光的人,可自照亦可照人。 愿看到此处的修行人,先能做到回归自信,自照照人,自立,立他。